先来看一段火箭发射的画面 仔细点看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些异样呢 如果你已经注意到了 就请把你的发现打在弹幕上 这是一枚宇宙生5号运载火箭 这段画面中间至少暴露了两点与众不同的地方 一个就是火箭尾部喷出来的火焰是明显偏左的 另一个是这枚火箭除了星级以外还带有助推器 但是我们却只能在它的左侧找到一枚助推 另一侧则空空如也 这不算奇怪吗 明显就是一个不平衡的构造 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再来进一步看看 这是维基百科上介绍宇宙生5号的页面 在版本细分这一栏 咱们就可以看到它是有多种版本的 但大体上就分为两种 数字4开头的和数字5开头的 它代表的是整流罩的直径 4代表这枚火箭的整流罩直径为4米 5就代表这枚火箭的整流罩直径为5米 第二个数字从0到5都是可以找到的 它代表的就是助推器的数量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宇宙生5号火箭上面不仅可以带有奇怪的1枚助推 像是3枚5枚这种罕见的激素枚助推也是可以有的 相对来说2枚4枚就正常多了 因为这样的助推数量 在我们自己的长程2357上面都经常见到 它们很容易做成对称布局 让我们从视觉上就能获得一种平衡感 相信火箭在发射的时候不会倒掉了 当然3枚5枚其实也是可以做到在火箭周围均匀分布的 只不过宇宙生5号好像就是喜欢反其道而行 它就非要跟对称平衡均匀抬杠 你看它的布局是什么样的 哪怕捆绑2枚助推它也要歪一点 4枚也是这样 3枚5枚就更别说了 总之全都是不对称的 这是不是就很反常识了 所以它究竟是怎么做到在发射的时候保持平衡的 又为什么非要坚持这种不对称的助推布局呢 和400个全数火箭数今天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是一个在坎巴拉太空计划里面模拟出来的 挂着1枚助推器的宇宙生5号了 如果把它发射升空会怎么样呢 来看看啊 很明显嘛 由于一边有助推另一边没有助推 这就相当于你抬桌子的时候只抬一边的推 它自然就会朝另一边倒过去嘛 因为利的方向并没有穿过重心 于是利弊就产生了 它带来了利局 从而把火箭给摆弯掉了 但我就是只需要装一枚助推器就能完成任务 该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改变助推器的用力方向 使它对准重心 这样就不会有利弊产生 利局也就消失了 宇宙生5号的重心大概在这个位置 比较靠下 所以只需要把助推稍微旋转一定的角度 就可以让它对准重心发力了 避免了不平衡的产生 当然 在真实的宇宙生5号上面 旋转的并不是助推器本身 而是助推器的喷口了 不管是AJ-60A 还是GM-63它们的喷口 都向外倾斜了三度 而且斜着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宇宙生5号起飞时的路径和其头部的指向是不相同的 简单讲就是虽然我直面前方 但是却在斜着走路 这个很容易理解 因为斜着推的助推器必然会在水平方向上产生出分力 这个水平分力就会把火箭朝旁边推了 在模拟视频里面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现象 另外长时间曝光的发射架照片 也可以清晰看出一条 从一开始便是无限的飞行轨迹出来了 这种令人难以琢磨的走位方式 考虑到它诞生之初就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是在为了迷惑对手吗? 好吧 也许改变助推器喷射的方式 在一开始的确可以减少力举的产生 但是随着燃料的消耗 火箭的中心位置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但助推喷口的角度却是固定不动的 当它不再和重心方向对齐的时候 不是一样又让力矩产生了吗? 怎么破呢? 宇宙生5号的解决方法是 让主发动机的喷口转起来 它所安装的RD180发动机的喷口 是可以有最大8度的旋转角度的 这意味着火箭可以在飞行过程中 不断调整主发动机的喷射方向 来抵消助推器产生的力矩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本视频 一开始的画面里面 看到明显斜着喷的火焰的原因了 类似RD180在对抗AJ60A的力矩 这张照片也拍得非常明显 好了 其实不管是把助推器的喷口便携 还是让主发动机的喷口可调 都是在浪费了推力的情况下 它才抵消了力矩 而且还增加了系统的复杂程度 为什么就不能在一开始的时候 避免掉呢? 咱不要只用一枚主推 至少两枚起步 而且对称分布不就很简单了吗? 是的 换作是现在重新设计一枚新的火箭 洛克希德马丁一定也会这么安排的 但是这枚火箭却是成型于1957年的 它在设计之初真的就只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未来还要挂上助推器 把探测器给送到火星上的 既然这样 那我为什么要考虑到给你助推器留地方呢? 所以你看 在宇宙神火箭星级的周围 首先是突出了一个巨大的鼠羊管 然后是一个装满了各种控制管线的大骨包 这两样东西一白 其他的东西都必须要为此让路嘛 不然的话 那你就重新设计一枚火箭呗 洛克希德马丁琢磨了一下 还是觉得解决不对称助推的问题 比重新设计一枚新的火箭在成本上来得更划算 所以宇宙神5号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而且要我说 这一开始设计火箭的工程师还真是不讲究 完全就不考虑美观嘛 哪怕是只有书羊管和揽线罩 这两个凸起来的东西也是要尽量对称一点才好看嘛 要是起初这两个东西就摆对称了 在后来加助推的时候 不是也就能对称了吗? 省了多少的事啊? 唉 算了 这也不关咱什么事啊 而且要是它一开始就对称了 那也没有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好玩的东西了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 继续把好玩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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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